下面一位是 Peter 要來分享大家的早茶數位公共參與工具 好 我要打開 投影片 沒問題 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數位參與工具甜甜看 我們今天有三個不同的成果 第一個成果是我們在早上的時候訪談了 就是蔡淑芳引導師 她現在應該不用在現場 但我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們今天訪談的結果 就是她介紹了一個叫做Open Space的一個討論的模式 然後Open Space討論的模式跟 就是我目前接觸到的審議士民主的討論模式 比較大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在於說 她強調的是就是在事前的時候去建立一個對話的空間 然後由主辦人去開啟這個對話空間之後 那引導師所做的工作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面去維持這個空間的運作 然後讓參與者自行去決定要討論的議題 然後到最後去行訴成一個行動 然後透過不斷的對話來行訴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就是數位工具的使用上來講 她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不過因為今天的時間的限制的關係 所以可能還沒有接觸到就是我們想要知道的就是數位工具 在這樣子的一個開放式的討論裡面可以怎麼樣去應用 所以我們可能會再跟她跟蔡淑芳引導師約第二次的訪談 然後去聊到說就是那在數位工具的使用上來講 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方式然後來做到更好的就是數位 就更好的這個討論的模式 然後我們今天也新增了就是四個不同的工具 然後感謝黑文 黑文是我們今天的一個來自韓國的參與者 然後他幫我們新增了四個來自南韓的工具 然後也有做相關的調查跟就是填資料進去 然後T跟阿姆 阿姆桑也有幫我們做了就是資料填寫的部分 然後就非常感謝就是說又幫助我們把這一份資料表變得更完善的人 那我們還會持續的再進行 因為還有時候很多的空格沒有填起來 那有些資料其實根本就找不太到 所以我們可能會再持續的發掘不同的工具 然後第三個部分我們想要分享的是就是我今天有新增了一個 就是因為V台灣每週都會舉辦小松 所以我們今天有就是建立了一個 每週小松的一個自動化機器人 然後是透過一個no code的工具 然後建立了這樣子的一個機器人 所以然後因為有跟Ronnie聊過這件事情 然後Ronnie是說就是目前舊松團是有一個工具 可以去協助大家去建立一個Slack上的一個訊息機器人的 然後據說V台灣目前好像是前第三個 使用這個機器人的工具的頻道 所以就是蠻想要介紹一下怎麼樣來使用 然後怎麼樣可以簡單的部署這個機器人在Slack上 所以我就是花一點時間跟大家介紹一下 只要三個步驟就好了 第一個就是先來到就是機器人張貼管理的這個頁面 然後這個網頁其實是舊松團架設的 所以就感謝舊松團去建立這樣子的一個社群的基礎建設 然後你就在這邊去輸入你的機器人名稱 機器人的目的 然後還有機器人發言的頻道 還有你機器人的想要顯示的名稱 那你輸入完畢之後呢它上面就會出現這一行資訊 包含你的名稱就是V台灣美洲小松 然後你的目的是就是美洲小松的資訊分享 然後你的發言頻道是設定在V台灣 然後接下來顯示名稱就是V台灣的小松樹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去生成一個網址 那這個網址是Step2 那Step2的話這個網址裡面有兩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分別就是我標橘色跟綠色的部分 第一個是它這個Token後面會有一串到那個連字號的地方 這個橘色的部分是一個就是使用Stake的一個Token 然後這個Token我已經改過了 所以這邊的這個Token不是真的Token 大家輸入這個進去是無效的 那這個東西就不要外流這樣 但是這邊反正我已經改過了 所以它就不是真的Token 所以沒關係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它後面的這個連接是 就是改成你想要的這個頻道的名稱 然後就是這邊會出現一個就是百分比的符號 然後23 那這個百分比的符號23 它其實是錦字號的概念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你想要的頻道的名稱 那你這樣子就可以取得這個連接 那這個連接 取得這個連接之後它只是第一步而已 你要把它部署到一個自動化的工具上 所以我後來就是使用我目前在學習的一個Zapier的工具 來部署這個自動化的工具 然後它的秘訣就是你先建立一個就是Schedule 然後用Formatter的方式去建立一個日期 然後再來就是用Web Proof的方式 然後把你的那個連接丟進去 然後這樣子的話 你做過一些測試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它可以自動的在Stack上發訊息 那就可以在Stack上建立一個每週提醒小松 或每週提醒聚會的一個機器人 那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為你的專案建置一個在Channel上 可以固定提醒的一個機器人 謝謝大家